记者陈恩惠台北报道 失火啊 大家快逃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为了提供民众才买年货一个安全环境 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今天清晨特地利用贾越府北投电开门营业之前 进行107年春节强化场所编组激活灾抢救演练 卖场员工共同参与 让消防局进行一场出奇灭火 疏散及救护的防灾机会训练 参与员工直呼火好可怕 同时希望这些防灾知识与技能能够永远备而不用 消防演练为力求逼真 针对卖场可能发生内部电系线路温度异常急剧增高 导致电线短路起火进而引起火灾 内部员工发现后 立即启动自卫消防编组 透过防灾中心监控现场状况随时通报 119同时结合消防人员一同进行出奇灭火 避难逃生 人命救助等多项演练 借此强化卖场人员面对火灾发生时的应变能力 第四救灾救护大队今天在现场设计七项情境进行演练 分别是灾害发生之通报及出奇作为 火灾发生及启动自卫消防编阻机制 避难引导演练 安全防护演练 灭火抢救演练 紧急救护演练 抢救部署演练 提升员工面对火灾出奇应变与防灾技能 强化卖场防火管理及消防人员灾害 抢救之应变能力 提供消费者安全无余等 场所让民众安心过好年 第四大队长红朝伦提醒 民众前往各处公共场所休闲消费时 应注意避难逃生路线及消防安全设备的位置 如遇火灾状况发生 请依照卖场人员引导逃生 切勿慌乱 此外近日气温走降 在家使用热水器 电暖气等保暖电器 要保持室内通风 并注意用电安全 如有任何状况 请立即拨打119报案